罕見龍捲風現身台東 天邊突然出現一道細細長長 還不斷向陸地延伸的漏斗狀龍捲風 龍捲風在空中行程後 越來越靠近地面 之後再慢慢縮回 這個奇景就發生在台東 你看剛才一點點 現在已經拉到快到地面了一半了 台東前天傍晚 連續出現三次罕見的龍捲風現象 所幸龍捲風沒接觸地面就散去 沒有釀塵災害 幸運目睹奇景的民眾 趕緊拍照和錄影留念 台東氣象站主任谈聯表示 龍捲風是上升氣流強盛 形成激雨雲 激雨雲上方氣溫低 又形成下沉氣流 兩股氣流相遇後 激烈迴旋才形成 龍捲風比較容易形成的情形 是在春末夏初之間 因這幾天台東地區天氣炎熱 才會有龍捲風現象發生 《洞新聞》台東報導 《洞新聞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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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洞新聞》